想要观点来评观点 欢迎收看伟汉观点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 目前网路的人气王 当红的炸子机 我的好朋友张亚忠老师 但是我今天不能叫他张亚忠老师 要叫他国民党的主席候选人张亚忠 老师跟所有网友打声照顾 哈喽伟汉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真的很高兴 每次跟伟汉主持节目 我真的有种感觉 我刚跟他讲 其实上伟汉节目就是 那个感觉非常亲切的感觉 谢谢老师 老师现在是当红炸子机 但我要跟大家讲 很多网友都敲碗说 哎 我要跟他没有专访张亚忠老师 我说没有 过去两年访了九次了 十次了 最多对不对 上我节目最多对不对 好老师 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两天 我看到刚刚媒体朋友在问你 有关于国民党的这个选间小组 移送或移请 把你送到考纪会 包含了支票事件 跟所谓的美国宪民事件 那现在昨天又撤回来了 陈明毅他是这个 张启臣主席他的委托人 那你对这事情 因为你是当事人 你被送去 那个还没有到考 结果又被送回来 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第一个 我两个反应了 第一个这个国民党的组织 真的出了问题了 这么一件事情 怎么用这种荒唐的方式来处理 太离谱了吗 你这不是落笑话给大家吗 对不对 民进党最高兴 然后国民党类 每个候选人心里也不高兴 搞得大家都不高兴 你觉得本来宋是做什么 因为最严重的话 是有可能按照党章 是取消你的参选资格 当然我当然不可能相信 我们对政治学稍微一点尝试来讲 你怎么可能 你没有一秒钟的感觉说 是怎样要把我直接砍掉吗 我第一个反应是说 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 因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做出来吗 那你说朱江对我来讲 他们虽然是我的政治对手 但这两个我们也都认识 好坏来也算是一个正人君子嘛 对他会做这个事情 他有必要做这个事情 对他会有好处吗 整个社会 台湾的社会都会挖出来的 所以我对朱主席跟江前主席 朱前主席跟江前主席 我对他们来讲 他们在第一时间不久也就发出声明来说 不要这样子做 不要这样子做 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 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什么环节 什么行政方面出了哪些问题 老师你讲的这是重点 朱跟江在第一时间都发声明说 这我反对 可问题是网路上面也好 或是说看到政论节目 大家都在讨论说 到底是朱的阴谋还是江的阴谋 那也许朱 你觉得是谁 也许两个人都有一些猪肉有吧 对我不知道嘛 你说是不是他们本人的意见 可是他们的幕僚这样想 我真的很难想象 因为我对两个人观点来看 虽然我跟他们的想法 参与党主席的意见不一样 但是对这些的人 基本上我还有相当的信任嘛 对 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精英 不可能在这个事情上 做这么窝窪的事情嘛 因为主发会还有党中央 毕竟虽然是请假党主席 也是江启臣管的 那当天选这些小组的唯一代表 姚江林就是朱立伦的代表 所以跳的黄河就洗不洗 你觉得跟江启臣朱立伦本人无关就对了 旁边的朱队友搞砸了就对了 我今天我不是一个法官 我不敢说有没有关 但是我敢说 以我对朱和江他们的人格的了解 应该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嘛 对都是国民党的精英嘛 合璧嘛 做这事情对他有好处嘛 这个是用小学生的常识判断 对他一定有坏处 那如果真的是他做的话 那开玩笑 那个智商就太有问题了 那现在把这个案子撤回来 那我看到你第一天的记者会 我有看了吗 就是说觉得好像党部要有人负责 对这个事 那你现在的态度呢 我当然一样啊 你是希望怎么样 逐发会主委下台吗 这个事情就是说 你国民党总要有个交代 对因为一个 我们常常讲说亡羊补牢嘛 有时未晚 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勇敢的面对 今天已经造成伤害 但是这个造成伤害 怎么会造成伤害的 检讨这个问题来之后 也是公告大众 让国民党内部的组织 将来更为纪律严明一点嘛 这是对好的事情 我们不是说今天在选举期间 其实不要把这一场事情 变成又是国民党的宫廷内斗啊 这东西 对革命党不好嘛 我参选的目的是让中国国民党 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政党 我参选的目的 不是让人家觉得一个会斗争的国民党 这不是我参选的目的嘛 所以我希望这次风波完了以后 大家赶快的进行一个政策的讨论 到底中国国民党主席 能够为党为国家为两岸做出什么事情 今天这个老师来我们的节目 我会让你好好讲 你对国民党的愿情 跟看法的政策讨论 可是这一起风波的主要两个导火线 第一个是朱姐的支票风波 第二个就是美国宪明事件 那我先问朱姐好了 你跟朱姐 因为我长期认识你们两位 好朋友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次他会生气跑出来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朱姐讲 我当然我朱姐真的是好朋友啊 真的还什么话好讲 我这个跟朱姐几年的交情 那真是没什么好再讲 那也许我今天 但是我先跟你讲 我在2016年国民党最困难的时候 我不是党工 我也没有任务人员 我就是凭我一个小老百姓 看着党工发不出薪水了 我今天说跟朱姐讲说 我在马来西亚有朋友 我去借点钱 朱姐当时说好啊 那我跟我朋友谈话会 我自己坐飞机去的 我知道你现在讲 因为当时我就已经知道这事了 那时候我们都一起在谈话 我当时就知道这个事了 所以就是朱姐现在看起来 也没有要关你 他也感谢你 只是说把支票跟本票 讲清楚就好了 没问题嘛 我刚刚讲 我今天在党最困难的时候 我去做这些事情 可是党最困难的时候 今天这些 我不是说朱祝姐 其他人在指着我的时候 你们不是都很有办法吗 你们不都有财团吗 有金主吗 你们有没有帮党去弄过这个东西 是我有你们没有 结果你们今天跟着起哄 朱祝姐都 我不期望你们像朱祝姐一样感谢我 但是你们何必这样子对我吗 我相信朱祝姐 朱祝姐很有个性的 朱祝姐讲话也是很实帅的 但是朱祝姐当然当我当好朋友 这毫无疑问 老师我有个问题问你啊 因为朱祝姐他有提到就说 因为那三张本票一开始没拿回来 那后来就是说 他以为一直都还在马来西亚 那这个为什么你到后来 就是拿回来以后 你没有赶快交去党中央 那个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事情本票是12月31号就结束了 2016年后来到的时候 一直党部也没有在催我 我呢一想说要效期也过了 那对方大概也忙 一直到我这次要参选 大家不是质疑我没有募款能力吗 那我想说哎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 可不可以把这个本票赶快寄混了 因为对他来讲都已经过期了 他们可能对你不了解了 我知道你有募款能力 哈哈哈 所以你就拿出来证明你有募款能力就对了 这个就是支票本票事件 我再问美国泄民 因为其实我 因为老师你知道我跑国民党也很久 国民党里面其实现在很多声音 我大家都会直言不会 也有人觉得说 你提出美国泄民的事件 去迟疑朱立伦这事情下手太重 就说当然国民党内有很多人 AIT都会去跟他们做一些访谈 可能也被做了记录 但是美国泄民这四个字对朱立伦来讲 对同志来讲太伤了 那您是提出这个看法的人 当然你是问他有没有嘛 你会觉得这个事情伤到同志的感情吗 当然不会啊 我觉得今天选党主席 这是社会可共公平之事啊 第二个美国泄民这四个字 是我第一个讲的嘛 不是 是十年前的报纸都是头条啊 是台湾版的危机解密讲的啊 我今天站在一个我要选党主席 你也要选党主席 这是一个对国家忠诚的问题 可受公平之事 大家都可受公平吗 这不是什么私事吗 这是做一个我指引 你对国家的忠诚这有什么问题 你把他讲清楚 而且我那天讲得很客气啊 我说请朱前主席 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到底是AIT他作假 还是杨书帝说谎 或者你有什么你讲的那些话 是不是你讲的话 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呢 这怎么会是恶意的攻击呢 我想任何对政治学有常识的人 大概你去问所有的政治学者 这都是社会口中公平之事嘛 讲清楚就好 而且这件事情十年来 大家不都在问吗 不都在问吗 只是今天我做一个党主席 我把他提出来 那就开记者会正面规议就好 解释一下就好了嘛 可是他很介意的样子哦 你看那个常会到后来 你讲话要走掉 可能也跟这有关哦 他不想跟你多待一秒钟 有一些事情你很介意 你不愿意讲出来啊 那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那可能并不是 我问这个问题的人而已 而是这个事情 你不愿意面对 老师那我这样问你 那这个事件到现在 包含了移送移请 考据又回来哦 此刻你对于朱立伦 是美国宪明这件事情 你的内心还有疑虑吗 我当然希望朱前主席 他还是能够讲清楚啊 你还是觉得他还没讲清楚的 对了 你觉得他讲清楚了吗 没有这个事情这是社会公平 我真的跟你讲 你知道我做过外交官 我的欧洲政治我非常了解 我真的跟你讲 假如今天这件事情 发生在其他的国家 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政党的领袖 被别人执意说 你是美国的某某某的时候 他一定会开记者会出来解释清楚 如果他不愿意解释清楚 对不起他可能马上就下台了 好那张文中老师 他现在目前的民调不断的攀升 那这个是怎么讲 网路上面也有报导 新新闻说TVBS做了一个民调 在这边老师你看一下 说你的民意支持度呢 从原本的这个只有4.8% 连5%都不到 是在8月初的时候 离现在只是一个月前而已 现在突然变到变30.6% 比这个朱立伦还有张启成 都还要更高了 你民调这样往上冲 这是在你预期之内吗 你有没有想过 你民调突然冲到第一名 因为你也知道我 我其实我像一个传道士来讲 我基本上我手上没有所谓的民调公司 我也不会去找民调公司 我也没有网军 所以在我一路走的过程中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没有花很多时间 去想我的民调有多高或多低 我觉得就是像一个传教士 我今天能不能够让台湾的老百姓 知道我为什么参选 我如果参选 能够为国家为党为两岸 带来什么东西 这是我最focus的东西 可是的确我最近上了很多像网红的节目 或者上一些电视节目 包括伟汉节目 其实底下很多的留言 对我都相当大的肯定 留言肯定你的都很多 但是我要问老师就这个 因为我自己做节目我很清楚嘛 我访问你的时候下面留言那么多 但我不是很确定这些人是不是党员 我刚刚念了TVBS的民调 他其实是说是党员民调哦 就是党员里面已经有三成是支持你的 但是你怎么你如何能确定 比如说我们在做公职选举的时候 对不对你几岁阿伯 阿伯说我20 因为他要加权嘛 会不会真的是社会大众 已经开始出现很多网络的支持度 包含对岸的网友 可是党员的部分 你现在身为一个参选人你是候选人 你对于胜选你现在目前有信心吗 你觉得你会赢吗 我觉得我要参选 我当然希望赢 我当然希望赢 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像网路 讲的这么乐观了 其实我并没有乐观 也许你刚刚讲的网民 大家表达就不知道是不是党员嘛 有没有票不知道啊 投出来才知道 我觉得朱利能还是很强啊 对不对 他因为他长时间有这么丰富的行政经验 他的组织系统绝对比我更强 他的资源也比我多 我到现在为止我所有的朋友 其实很多帮我忙的 我从来就以前不认识的 然后帮我忙的 你看今天陪我来的 都没有拿我一毛钱的 你刚刚讲起盛嘛 你的这些工作的人都是 都是志工啊 全部志工啊 我没有 我到现在没有一个花钱的人 怎么样 没有一个 所有在全台湾各地方的 全部都是自动自发 我跟他们讲 我说大家就是独立联 独立旅 独立作战 为什么可以独立作战 因为我张老师的理念路线 非常清楚 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了理念 那个人 你有你的本事你往这边做 因为我张老师不管 你爱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请你不要违反我的理念 好老师这一次国民党的选民 有这个37万1000多位的党员可以投票 那我不知道投票率会是多少 以往在五成到五成八之间 那所以最后开出来 票数可能在16万到20万之间 黄复兴有8万4千的党员 大家想说黄复兴 谁挺黄复兴 谁谁就是党主席 可是这次看起来黄复兴 好像分裂投票 八百壮士看起来支持你 那党部也有这个党主席 江启臣的 朱立伦 陈志祥将军站在他身边 你现在目前有没有算 你自己可能有多少的 拿到多少党员票 你身为候选人你有没有算 我真的没算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算 我想我也不会请民调 做帮我算 我就像一个传教士来讲 我就一路走下去 一路跟着姻缘走 我发我的大愿 希望能够为党 为国家 为两个人做事情 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会有些模考 但是一定会有天神相助 我其实我就像一个 有理念的往前走就对了 至于姻缘慢慢慢慢就走出来了 像我刚刚讲 今天在座的所有帮我忙的人 都原来就不认识了 就是因为大家有些共同的想法 一直往前走 所以我的看法 我最后一个礼拜 我会让更多人去了解我的想法 我一起回到南部去 或希望有些电视说明会 我更多人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这是我比较在乎的 好 老师 如果你当选的国民党党主席 现在看起来机会是越来越高了 你怎么面对立刻要到的 2022的县市长的选举 我必须直接跟你讲 国民党内确实有所谓的 本土派也好 或是说优先派也好 张翔东老师要是当选党主席的话 完蛋了 我们不用选了 民进党就说我们是红统派 就完蛋了 那你对于2022跟2024 如果你当选党主席后 你的规划跟你目前的目标是什么 哎呀这个问题我讲过好几次 完全没有问题 第一个我刚刚讲 曾国藩讲句话 办大师先找人才 我选上党主席不会是我孤家寡人 因为我能够做到无事 你只知道我没有地方派系 我也没有家族利益要照顾 因为我能无事 或者我必须无事 我一定是集体领导 我的副主席绝对是最少四五个 各个优秀的人来帮我忙 你现在有人选吗 我当心中有一些人选 那你有跟他们密财接触过吗 不需要我心中有人选 你想要找四到五个副主席 对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 那党内其他的这些人才跟干部呢 当然要能够留着 有没有一个部话给他 能够知道一下 我觉得第一个我要把 党的财务让他们没有担心啊 甚至我认为地方党部将来的钱 应该由中央党部来统一支配啊 这样子地方党部才能够配合 中央党部集体的作业啊 地方党部以后不用自筹财员就对了 我一定要中央负责 你有那有办法吗 我当然有办法 没问题我觉得有办法 因为这个东西对国民来讲 是生死的命脉 因为你要知道在选举的时候 你的党的意志力 可不可以跟地方充分的结合 这个是作战的时候 哪有师长跟排长两个人发不同薪水了 你告诉我有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没有 不可能这样子的嘛 老师你讲这很重要哎 当然重要 因为国民党从没有执政以后 地方党部的主委 都是负责去筹钱的 筹到来都不想干的 那我今天跟你讲嘛 你筹钱那这个地方 有钱就有发言权嘛 对最简单的嘛 那我中央群体作战的时候 那你将来最后 你就地方跟中央的关系 到底怎么做 所以钱这个东西 是我很重大一个政见 地方的裁员 所以我希望地方的板工 你们不要担心 我张老师我会想办法募款 怎么靠我募款 募款有太多方法 最基本我用我的理念去募款嘛 我刚刚讲我9月25号 如果险上9月26号 最少30万人开始 加入中国国民党 我号召30万人 失联的党员 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 可不可以 这个东西带动 地方你不要担心 我们就上过你节目 昨天蔡振元 蔡振元是不是个高手 我请他来帮我 规划一下2020地方选举 他当然会帮忙我兄弟 担心什么 你们担心什么 我今天没有时间 因为时间很短 我不能跟你讲详细的细节 但是我绝对 我会找到适当的人选 帮我打选战嘛 怕什么 我作为一个党主席 我负责的就是一个理念方面的东西 对一个论述方面的东西 我跟民进党在思想的斗争 思想斗争是什么 就像这是一座堡垒 其他县市场打这个上面 我党主席打底下 把他的根给他打抛掉 他的思想论述打垮以后 他这个就容易倒下去 老师你这样一讲 感觉不太一样了 我也必须说朱立伦跟张启成 都一直有跟民事安事讲说 因为你没有当公职 所以地方浮选你是不行的 开玩笑 自古以来开国的皇帝 是不是干的最好 对不对 开国的皇帝有当过皇帝吗 但皇帝在当皇帝之前 他不是皇帝 对那他干皇帝干的是不是 比谁都好 比那个第二任第三任干的都好 经验这个东西有好有坏 今天国民党那你好 2016年我们的党主席 是不是很有经验的 2022年我们的党主席 是不是很有经验的 那为什么大败 那为什么大败 所以这个东西它不是个原因 那你说我其他 我也没有行政经验 我当过工程师 我当过外交官 我帮过大学 我搞过社会运动 我还搞过这个组织 我还编过教科书 出版三十几本书 我在台大教书二十年 请问我有没有一点能力 我应该还算有能力吧 更重要的是 你是双博士 没有更重要的 我跟韦翰报告 我觉得我可以做到无私嘛 一个人只要能够做到无私 不天下人都会去帮他嘛 那你刚刚就讲 在政远是你好朋友说好朋友 政远庸怎么会不帮我忙呢 你不管是明的暗的都会帮我忙嘛 尤其为了党的事情 他一定会帮忙的嘛 大家都是好朋友 那还有其他的人呢 太多的 甚至于说 朱立伦将来会不会帮我忙 我相信朱主席也会帮我忙嘛 江泉主席也会忙 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嘛 江泉主席像我学术界的 对肖老弟一样 对以前我编过书 还请他来一起写书 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相信我当了党主席 一定是党类大团结的 一定是党类大团结 那所以老师你不会担心 就是2022年要选举的时候 一堆什么地方的国民党的议员 我不要挂国民党了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而且我会认为说 他们会欢欢喜喜的选 因为我今天没有时间 那能不能选赢 当然选赢嘛 当然选赢嘛 对所以我今天 下次我们专门来谈 如何赢2022 这是很重要的课题 我今天绝对不跟你打 好那老师 我今天再追问一个 就是2022之后 因为大家也会比较讨论 就是2024 因为大家现在在考虑 要不要投给朱立伦的时候 我也明白讲 国民党内会人觉得说 他会不会自己跑出来 选2024的总统 所以会对他有一些疑虑 那如果张老师 你当国民党党主席 你的2024 有没有什么必胜的方法 有啊 我很早的时候 我有个必胜方程式 什么必胜方程式 天王加上团结 国民党现在的方程式 天王找最天王嘛 国民党要团结嘛 但这个方程式不会赢的 你国民党有天王 你让民党也有天王 而且天王比你更不要脸 更有权力 对不对 你团结历史支持 国民民党不会比 国民党更不团结吧 所以而且你现在 2016跟2020年 一个输了250万票 一个输了300万票 现在的基本盘 蓝是输于绿的 对 所以你再怎么天王 再怎么团结 基本盘老师 你都知道输了 2024还想赢啊 有一个 我加入第三个元素 我就赢了 叫做和平备忘录 就是当2024年的选举 变成了一个要和平 还是要战争选择的时候 这时候就有10%的人会移动 不是蓝绿不是统突 而是要不要战争 和平跟战争 不是统突 统突那是遥远的 和平跟战争选择 但是我要和平选择 你不能空口说白话 你说你要和平 民进党说你投降就和平了 那我和平 我就在党主席 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这一两年 我做一件事情 我要想办法 跟北京签和平备忘录 签完回来以后 党员公投 通过以后 就是党的政策 是党的政策 我们就加上 签王加上团结 再加上和平备忘录 我告诉你 这就等于胜离 所以关键是要 一个党主席 他要创造一个 这个原来的方程式 他缺的一点 把它摆上去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用最公平的制度 制度什么 我在明年的三月份 就是2024年的 四月的前两年 我就公布 总统初选的规矩出来 先两年前讲清楚 不是像现在 你说2022年 就先讲2024 提早两年部署 提早两年 让你们提早部署 让所有参选 游戏规则先确定 大家把武功练好就对了 比如说我到底这个民调 党员占多少 全民调占多少 你懂我意思吧 上次已经没有党员了 就是只有 没关系 你觉得应该有党员意见 那当然 但是这个占多少东西 我必须在这半年的时间 我们集体讨论 因为对所有参选来讲 他只要游戏规则确定 他就有办法选 那老师你会不会是 2024的选项之一 我觉得现在对我一个 党主席来讲 我在乎的是一个制度 当你没有制度 像朱立伦很可惜 当你没有一个方程式的时候 人家又问你说你要不要选 对我来讲 我每一点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我们不要干扰 谁都可以选 谁都可以选 满足条件最好那个人 就是参选人 这就是嘛 这什么叫做制度嘛 什么叫做制度嘛 我们现在不要把焦点 带着说你会不会选 人生是无常的 搞不好过两天天子一撞 他选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的看法说 一个党主席不要被干扰 我今天跟你谈的是 胜利方程式 天王加团结 加这个所谓的 这个和平备忘录 天王什么 你出来以后 党主席把权力给你 兵权交给你 你是真正的天王 你不会天无二二 老师我这边问你一次 因为其实老师这些想法 既有思想又有办法 而且都已经破坏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 你最近这段期间 他的人气一直往上升 听得知道 老师又清楚明白 你会讲方法 那问题来 两个事情我请教你的 因为你刚刚也讲了 那两岸是你的整个 破坏的计划当中的重中之重 那总是会有人觉得说 共产党或者说中共要跟你谈吗 你还没有执政啊 那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 老师有办法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中国大陆不跟你谈的话 如果你当然当做谁 要不跟你谈那怎么办 我先讲说 当然我认为他会跟我谈 因为他现在的主基调 希望两岸还是和平 他现在的主基调并不是武力统一 而且大陆讲过很多次 两岸可以坐下来谈 他讲过很多次 那好现在问题来了 我张老师选举我不是有约法三章吗 最重要一个就是我结束敌对 创造两岸和平 如果我张老师在2023年的4月 就是总统候选人开始诞生以前 我没有办法签署一个和平备忘录回来 或者我签署一个和平备忘录回来 我们的公投没有过 党员公投没有过 我马上辞职 我作为一个党主席 我绝对为我的重大政策负责 2023年的4月如果没有签成 你就辞职 把这个党主席让给那个总统 然后老师2023年的4月 你说2022年的3月开始吗 对不对 2022年的3月定游戏规则 你2023年的4月 确定党主席候选人之后 如果那个人不是你 你真的把党权兵权交给他 真的交给他 当然交给他 我今天在这边讲我兵权交给你嘛 我说兵权就是你所有的人事财务权 全部给你 我坐在旁边听你造动 你变成是辅佐他的人 我不是赵王者 记得我不是赵王者 赵王者还有两个王 你党主席还有权力 我把所有的兵权给你可不可以 因为党主席我一辞掉 是不是要改选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嘛 对 那我就我把兵权给你嘛 以总统参选为主 完全以他为主 你辅佐他就对了 完全辅佐他 对我不要说辅佐他 我听他调度 然后如果说在2023年的4月到5月 我和平协议没有签回来 和平备忘录没有签回来 或者我签回来一定要党员公投 党员没有过 我党主席都不干了 因为为什么 我必须我重大负责 我这次参选党主席为了什么 我看不是为了个名啊 也不是为了个利益 我是要救国救两岸 假如我在两岸 我当了党主席我都救不了 我干这个干什么 我今天头发都白了 对 我参党主席 我不是为了我的家族利益 我没有家族 我家没有一个人从政 我两个女儿全部都嫁出去了 好不好 没问题 然后呢 我也没有什么利益 我也没有家族利益要照顾 我就是一个赤胆中心 我希望能够救国家 救两岸 为什么救国家救两岸 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党的平台 所以我这次才参选党主席 我 我 我我我 你看你认识我很多 今天就算国民党 给我一个部分区 我都会说谢谢 因为我要的不是一个政治职务 我参选党主席也不是说 哎呦万一我选上以后 将来可以累积些名望 下次再去选别的东西 我没那么无聊了 我今天要的就是有机会 能够取得这个党的这个平台 为国家 为两岸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认识张张老师很多年 那这一次是张张老师 其实你看从之前 党主席总统参选 都是积极参与 那外界可能对张老师了解 没有那么深 我认识老师其实很多年 所以很多老师的谈话内容 我们都已经反复谈过多年多次 那这一次的选举 只剩最后几天就要投票了 老师今天也非常 这个谢谢你到 韦翰观点的现场 那最后一分钟 让你跟所有在看我们节目的 可以投票给你的国民党党员 你再跟他们做一次 张老师的内心谈话好不好 我觉得我是把救党救国 救两岸的两阶段完成论 第一阶段呢 请各位务必在9月25号出来投票 如果你不是党员 或者你是失联党员 也请你务必找一个党员出来投票 就算下刀子 你也要出来投票 让我有机会为党服务 第二阶段呢 如果我张老师在9月25号当选以后 希望9月26号开始 有30万的 曾经是失联党员的 或者愿意跟我一起来救党 救国救两岸的 你们加入中国国民党 因为只有有30万人加入以后 我在国民党 我才不可能用一个人的力量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比较少 我需要更多人30万来支持我 我们这样子一起 才能够真正的改革 中国国民党 才能够救国救两岸 好非常谢谢张老师 国民党的主席候选人 今天来到我们文汉观点的现场 那希望选举之后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请大家订阅我们频观点 YouTube频道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 三号 好三号